我们今天要来进展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在资料处理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有一个资料夹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有相关的图片档案 这些图片档案 我希望把它造册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有这些图片的缩图 还有档案的名称 这是基本的造册的方式 举例来说 假设我是一个老师 我们班有50名学生 那学生是不是会有学生的姓名 学生的照片 学生的地址 学号这些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造册出来 还有像例如说 我们在里面那个选举清测 有时候假设你要放民众的大头照 是不是也都可以做成这样子一个清测 所以呢 我就是要教你这件事情 有时候呢 我们一刚开始 今天我们想要做这件事 我们可能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去网络上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人已经写好的 这个自动化程式 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来去思考了嘛 可是我们来去看一下 真的从网络上是 我觉得还蛮容易找到这样子的程式 例如说 Ecell VBA 然后你再输入什么 图片 清测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像例如说这边还有一个 自动批次汇入图片与超连接到Ecell中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既然有这影片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能 花点时间来去观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好 然后呢 可能我们就会拿到了一些别人已经写好的程式 例如说在开发人员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边插入图片 编辑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别人已经写好的程式 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的是什么呢 可以参考的是这些中文字 我要的是你们有这个逻辑 就是做法 简单来说 就是您去看一下 在图片清测里面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 它全部都写成中文了 例如说 请问一下我们要不要指定 档案在什么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档案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呢 我们去设定图片的大小 宽度多少 高度多少 然后接下来请问我们是不是要做 不是说只要做一次 我们应该要做很多次 所以呢 我们要再去插入图片 依此类推 可是坦白说 在这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了什么 我们要把图片叫进来 图片叫进来之后呢 再把图片缩小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插入图片 不可能不会吧 大家都会插入图片吧 对不对 而且请问一下 当你插入图片之后 会不会改变图片大小 它这边是不是有改变图片大小 请问这两件事你们都会做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这个图片清测 我觉得您花时间来去了解 像例如说这个本来就是您应该懂的 像什么 储存格里面宽度 列的一个高度是100 然后呢 A这一栏 的宽度是18 那这边您必须要了解一下英文 可是接下来这个 do well 还有loop 我没有教 所以你是不是要开始去学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又不晓得说 这边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设的这个s file的一个变数 不等于空白的时候呢 他就去做这些事 就是做什么呢 好 例如说这边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 然后再过来什么数值 要再加100 然后赋予给他 再接下来呢 换那个档案 换那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一次 插入图片 以此类推 这样来去做循环 可是这个 都会 跟之前我想要教你的一个 像例如说 不管是用破鬼圈来去重复执行 或者是用if来去做那个 连续性的一个执行 都不一样啊 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我们参考别人的韩式 只是为了了解 了解 了解什么 他的逻辑思考 接下来我们要会做两件事 后来插入图片 然后插入完图片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 学会修改图片的大小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来去看一下哦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 我也写好给你看 我也写好给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哦 我就很单纯的 在这个地方 我就只做了什么事情 对不起 那昨天没有写好这个注解 不过等一下我们都会去写好 主要就是要先教你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先把图片插入进来 插入完图片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图片的宽度高度 然后接下来改好图片宽度跟高度之后呢 我们把那个游标往下移动一格 然后接下来再去插入第二格 第三格 可是这里面呢 重复写的方式 是不是把那个档案名称啊 这边有看到吗 后面这路径 路径后面一定是接一个档案名称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档案名称改掉 储存格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跨工作表 我们没有跨到别张工作表 所以我们连sheets也不用写了 只要写sell 然后接下来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第一次我们先选 例如说A1这个内容 再来选A2这个内容 A3这个内容 分别把图片抓进来就好了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怎么做 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开发人员聚集 我们先把这个已经做好内容先全部都先删掉好了 好 我现在游标移到A1 您看一下开发人员 然后聚集 接下来我就用插入突变方式来去执行 我们来去看哪里错误了 这边所指的路径是不是要改一下 改一下 因为这是我的随身叠的内容 但是我已经放到第一次叠期里面了 所以稍微改一下 改到这个地方 应该就对了 好 接下来确定 聚集 然后插入图片 执行 你看是不是就把三张图片就放进来了 这是如何快速的运用别人的函式 然后来去写 可是重点是您不了解程式 到时候你就不能应用咯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写 自己写解看 怎么写呢 我的方法是这样子 假设我今天 我先把这个档案名称放来这个地方 假设我有三个档案嘛 一二三 三个档案 那我怎么把这个档案 从资料夹里面找出来 这等一下就要教你 然后接下来我只是做一个 选择性贴上 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现在是不是等于是说要去插入这一张图片 那个路径 好 所以呢 假设我现在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C点 C点 然后 我去执行 执行这一个 我曾经写好的句集 然后执行 然后执行 来看一看 一样是不是也是路径错了 因为我路径现在全部都改到第一次跌击嘛 对不起 我改一下这个路径 好 然后接下来 就关掉了 来去执行 聚集 插入图片 执行 你看一下 是不是把三张图片都分别插入进来了